第七届加拿大慈激人医国际中医学术研讨会 在汉博学院举行 与会者来自花莲慈激医学中心 关山慈激医院 台北市中医师工会 香港和文革华将近百位中医师 研究成果的分享 包括中医在各疾病的治疗特色疗法 慈激大学助理教授温崇远医师 以及香港的中国中医特色疗法研究所所长 刘恩明教授 分别为学员开设专班传授症疾计划 今天我在这行业里 也有过30年的时间 但是学无止境 都是在不断地在加强自己的修为 那么这么多的高手聚在一起 给了我们太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觉得温老师的针灸课程 对我对针灸的认识有所改变 就是不能拘泥于传统的针灸 我们也可以接受 现在的针灸治疗的理念 及国际中医知识与论坛 教学乡长 提升医疗品质 大家新闻知识们之工 这样的大报道 经过的庆祝人 马来西亚的